疫情期间不少人因为隔离多了独处机会 EX亚洲剧团新制作的舞台剧《荒野之狼》 描述年过50的男主角和自我对话的过程 契合疫情下的孤独感 而剧团成员多少都历经隔离 也将内化成细腻的演出 8月27、28将在苗栗首演 EX亚洲剧团新制作舞台剧《荒野之狼》 这密集彩排疫情之际让不少人期待演出 疫情的期间大家多多少好都有所谓隔离的经验 在隔离当中我们尤其会有另外一个 就像戏中的狼会跳出来跟自己对话 不断去问你现在工作你满意吗 你真的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那这样的一个自我对话之中也勾勒出 狼在这个戏中代表跟胡语道两个之间 展开了一个自我探索的旅程 《荒野之狼》男主角五十岁中产阶级 对人生茫然 舞台剧展现他和自我对话 也演出许多人所追求的自由 以及无感满足的生活样貌 疫情前许多人未能停下脚步思考 疫情之后许多人因为隔离有独处机会 演员们也因为有这一段的经历感受更深 希望有办法透过我这二十天 在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去思考事情 的这些脑袋里面在想的这些焦虑的东西 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跟这出戏的这个主角 胡语道去做一个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的结合吧 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时候 就有点像是被绑在某个空间里面 那其实这个角色我现在演的这只狼 他这个角色就是 他是被困在一个人的内心里面 所以他在里面其实也有讲到说 我想要解脱 我想要自由 其实那个感觉是很深刻的可以应对到的 舞台剧8月27 28号将在苗栗首演 疫情暂缓之际观众们透过这出戏 或许也能够找寻疫情下孤独感的出口